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存是人的本能 平时谈谈情说说爱 到了要保命的时候 人家凭什么不考虑自己 跟着你 吃康宴菜住着小婆屋 每天起早趟黑的挣钱 住个院还得担心卡里的钱够不够 人家凭什么呀 你想想 自从沈莲出院以来 她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吗 你现实一点 你说你有什么呀 你得奋斗多久 你才能让她住上大房子 你才能让她 衣食无忧地安心养病 她跟着周大川多好 这些她都能得到 她马上能辞了工作 回家安心养病 马上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吃最好的药 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 这是人的本能 你不是说你爱她吗 你要爱她 你就让她过两天 舒心日子呗 你做人厚道点 她爱你 但是她不欠你的 你要是再要求她这个 要求她那个 那就是你太自私了 路上 现在 在咱俩之间 只有一个选择 咱们结婚吧 昨儿晚上干嘛去了 昨儿晚上干嘛去了 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啊 你手机都被我打关机了 你这叫夜不归宿 你知道吗 那赶紧说 老实交代 说呀 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行了 行了 东生 就告诉孩子吧 你爸 昨天是 在我那儿过的夜 然后 我宣布 我要跟你爸结婚了 以后我就是你后妈 算了 你还是叫我姐姐吧 反正希望咱俩好好相处 你说得跟真的似的 你开什么玩笑 那我小姨搁哪儿啊 你小姨她跟周大川好了 别提了 你爸这现在还没还过劲来 不是 什么个意思啊 你把这话也说清楚 李小姨呢 她 希望 应该说是必须 得过又稳定 又舒适的生活 她才能治病 所以她选择了周大川 你爸他就和我好了 反正 你不是早知道 你爸要结婚吗 就是新娘换了而已 其他没变化 不可能 我小姨不是这样的人 郭东升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小姨的事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这个现实 我要去问我小姨 小姨 小姨 小姨行了 让她去吧 她去问 她就明白了 现在这情况 对咱们大家都好 她也能理解 小颜在韩国也受了苦 她也知道钱来得不容易 沈莲是想过好日子 离开了你 虽然现实 但这事个谁谁都能理解 别说了 行 那就说点正事 什么婚纱啊 什么办喜酒啊 该办的办就来呗 咱俩早一天结婚 那沈莲不就早一天放心吗 放心 死心 头疼啊 你跟郭东升怎么回事 你是要跟周大川好了吗 是啊 为什么呀 小颜 之前我跟你爸 我们是真心喜欢对方的 我们是真心喜欢对方的 可是现在 我觉得大川 跟我才是最合适的 因为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需要被人照顾 我想要一个好的环境 再说你爸现在 跟亲子快结婚了 我也就放心了 你在说什么呀 这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话 你说过你不嫌弃我爸穷的 怎么跟你说不通呢 可是我现在身体状况不好 我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我不想再为了钱的事发愁 我想安心地养病 能理解吗 可是你是我们家的主心谷啊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太阳 你这么久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大家 你现在怎么就说走就走呢 那我爸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没有撒手不管 只是我这个太阳 我都没有能力 发光发热了 我怎么去温暖别人呢 不是的 你住院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想过 是啊 我住院的时候 我没来得及想那些 可是现在 小妍 难道你希望 看着我拖着这样的身体 跟你爸一块儿受苦受累吗 你希望 你希望小妍因为交不起那些住院费 治疗费 耽误了治疗 糟糟地不离开了吗 我不希望 我希望你好好的 所以啊 所以 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的 小妍 你现在是个大人了 以后啊 多帮家里 你爸爸现在有亲子照顾 你也要学会照顾我自己 对了 你要好好复习啊 争取今年就考上 还有 有空了 多去看看老爷 多给你妈打打电话 还有 好好照顾你爸 治疗 哎呀 行了别别别忙了 坐坐坐坐 歇会喝点呗 哎呦 不喝 啊 哎呀 爸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呢 有什么事得跟我说 没事 对不起 爸 这几天 我知道你忙 你这边忙着这混事吧 我这也没什么事 那放心 我跟东升 不打算结婚了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具体的 你就别问了 没原问呗 那行吧 爸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不是 你这下怎么回事呢 你说接就接 说不接就不接了 爸 您说您都为我操了多少心了 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得 您 您为我操心 这事您就别管了 您现在啊 就想想 您想吃什么 想去哪儿 我尽量陪你去做 不对 不对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去医院复查了 没事 我就是没睡好 不是 有什么事 你得跟我说 你千万别瞒着我 你别一个人扛着 你跟东升不说都没关系 你得跟我说 你要不跟我说 我不原谅你 没事 真的没事 是不是复查结果不太好 不想接了 爸 你说我现在这样的身体 我要是跟他结婚了 不是害了人家吗 所以趁早 跟他分开了 这样对大家都好 好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 你什么都别说 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就几分钟 听说 你跟青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挺好的 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 我跟青子的事呢 我不想多说什么 确实我错了 我要对我的所作所为 负责任的 我也 我也很理解你 真的 我真的很理解你 我郭东升 不可能给你幸福的生活 你选择了周大川 我尊重你的选择 只要你能够 渐渐康康地活着 你能够有幸福地生活就好 你能够有幸福地生活就好 只要我们都好 就够了 他就够了 在这儿 你那个 我上次 我站在那儿 我看你的 那是 听到我 你还在那儿 你又在那儿 现在 你 strawся 你再 Burn 我这些 我其实真的 你还不相信 你再说 我告诉你 你还不信 你还不信 是脸的 下辈子 下辈子你嫁给我好 一天 一天 你会爱上别人的 你把我所有的意见 你全都忘了 你男朋友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没有啊 那他怎么老是这样低着头呢 你老低着头干嘛 你睡到枕了 爬起来 你啊 前两天 你不是带着一个姑娘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没事 大姐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我跟你说 现在流行闪婚 之前那他已经闪婚色了 现在是我们俩闪 闪过去了 这又闪 现在闪回来了 又闪回来了 天哪 你跟您说您也不明白 您就赶紧给我们看照片吧 好吧 我的妈呀 差点闪了我的腰 行 看吧 都在这呢 这个 我先冲一下 你看看 小姨 小姨 好 好 看 这个 就是 什么 哎 哎 东升啊 你看好看不好看啊 看啊 怎么样 好看好看 你不睁眼你怎么知道好看 看一眼啊 看了 哎 你说是这圆摆的好看还是那长摆的 要不然还有那个 脖子上相钻那个怎么样 哪个好 都好看都好看 不是郭东升 你怎么知道好看 那你什么意思呀 又不是我逼着你结婚把你带这儿来的 你说句话 好看嘛 你看不看 好看好看 你睁开眼看 你必须看 好看吗 郭东升 哎呀妈 你快看看 什么呀 自己看 急性排抑略略有控制 持续排抑反应可出院观察 保持美朱入院监测 什么意思啊 小姨的病情恶化了 上面有一张住院单 上面写着呢 已经住院治疗五天了 她现在是出院观察 她住院了 十二月二十一活到十二月二十六 哎 不对呀 那她跟我说她跟周大川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她是骗你的 她是怕你担心 郭东升 郭东升 清子 对不起啊 这事我必须告诉她 你小姨她这么做 也是一片苦心啊 你知道 你早就知道了 这次你小姨的病 来势汹涌 她不得不为以后做打算 她是怕你爸受不了 所以 所以她才演了这出戏 说她跟周大川好了 然后再让你跟我爸好 我就说怎么不对啊这事 不过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可能我也会像小姨那样去做吧 哎 人算不如天算 命里没有的缘分 怎么求也求不来 我这又是跟着 凑了一回热闹啊 那清子 你为了我爸 还真是什么委屈你都肯受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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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裙子真漂亮 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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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拜托你了 好 放心 来 喝点茶 谢谢 你说你这一个病人 你想干什么活儿 你就跟我说 还用你动手 是啊 我是病了 可我又不残疾 倒杯水还是行的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小杨 我从那个私立医院给你请的护士 以后在家的护理工作 就她来做 另外我再给你请个阿姨 做做饭呀 搭搭搭搭搭卫生什么的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再好的病房 也不如家里舒服吗 又是不是 谢谢啊 大川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那就啥都别说了呗 既然你不想让东升知道这些事 那照顾你的众人 我就一个人挑了呗 我会尽我全力把你照顾好的 咱以后呢 只要是不到这个 非得去医院肌肉的地步呢 咱们尽量在家待着 一些技术设备呢 可以从医院租 是不是 沈莲 你的体温还没恢复正常呢 最近就得多加注意了 尽量不要外出 嗯 我知道 我今天就去看了看我爸 你看这样好不好 要不干脆 把老爷子一块接过来吧 一起照顾不就完了吗 不用了 如果好点我就去看看他 如果不好 我也不想让他看见我这样 啊 倒也是啊 让老人看见自己闺女这么受罪 心里是不会好受的 嗯 那我先去布置一下你的卧室 卫生标准 就按照我们医院的来 哎 谢谢啊 谢谢啊 麻烦你了 小杨啊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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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大川 杜生跟亲子在一起了 可能很快就要结婚了 不是 这他们俩的动作也太快了吧 不对 肯定这小子在和你赌气是不是 是我拜托的亲子 你拜托的亲子 我们商量好的 我知道亲子 他是真心的爱东升 其实这样做挺委屈他的 可是我相信 时间长了 东升会接受亲子的 有他照顾东升 我就放心了 不是 你这么做 你这是图什么呀 沈莲我就不相信你 不愿意让东升陪着你 你知道吗 现在是你最艰难的时候 一个人你扛得住吗 只要我一想到 东升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他有伴了 我心里就觉得挺欣慰的 真的 行了 你去忙你的吧 耽误你那么多时间 又让你破费 还让你背负欺骗朋友的马铭 我 我真的挺过意不去的 你别这么说 你一个女人都能做到这样 我大川怎么也是个爷们儿啊 我和你一屁 我简直就是羞愧你知道吗 好了 我不说了 那我先走了 等晓杨收拾好以后 你多休息吧还是 另外我手机 二十四小时开机 有任何情况随时找我 好不好 谢谢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郭文尚 不是 你 你你怎么又来了 你听我说 我和写亮我们俩一京 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生活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 周大船 你跟沈莲偷偷摸摸计划了些什么 我们没计划 我们不着急 我倒听说你 你 你和清子要结婚 那我恭喜你啊 我告诉你 周大船 你别蒙我了 什么事我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 沈莲的病情恶化了 上周根本没跟你去外地 他住院了 谁告诉你啊 周大船 我这儿有病历 病历 你们就瞒我吧 你告诉我 你跟沈莲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你听我说 他是为了你好 真的 你给我打住 打住 你到底跟他好了没有 没有 没 没好 你听我说 东莎 他就是为了你着想 他怕他那个病患 把你那天没了 是吧 你又难受受不了 所以他趁你们没结婚 他想故意疏远你 你们是假的 是不是 你们是怕我伤心 是不是 周大船啊 周大船 咱哥俩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你跟他一起来骗我 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东莎 你听我说你别这么闹 你觉得沈莲会受得了吗 你这么做 我告诉你 大船 想让我跟他分开 不可能 我办不到 我生是他的人 我死是他的鬼 他活着 我跟他在一起 他死了 我还要跟他在一起 给我承认我站住 谁 东莎 东莎 怎么玩活着是吧你 我跟他一起 沈莲就要看 对方看见你这个得心 就是啊 你说你红脸上去啊 你下来怎么办 东莎比你有好处啊 东莎 东莎 没上去吧 没上去就好 不是 全的 君子 我刚刚才知道 沈莲是骗过他 我要上去找他家 你还用完美吗 东莎 你听我说 本来沈莲不让我告诉你的 不过现在你不知道 你也知道了 沈莲她就是怕 跟你痛苦地生死离别 你明白吗你 什么 这事你也知道 沈莲让我 重新追求你 和你在一起 你们都知道这个事了 就我不知道啊 我这个大傻子 这都是沈莲安排的 是小姨把我们大家都绕进去 不是 董商 沈莲之所以这么做 她就是担心你知道 结果以后 怕你受了这个痛苦 她这是用心良苦 安排一切 你这么一上去 不是全毁了吗 你让我来照顾她好不好 别让她替你担心了 沈莲 我劝你还是假装不知道吧 你就心平气和地 接受她的安排 让她好好养病 你实在不行 我可以跟你假情婚 没问题的 等她平安地度过排斥期 身体恢复以后 大不了我再跟你 再跟你离婚呗 亲子 我已经假夫婚一次了 我不可能再假结婚一次 谎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安排 我也非常理解 沈莲的安排 其实 其实她想得很简单 她就是想 如果有朝一日 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她怕我郭栋生接受不了 她怕我难受 她怕我难过 其实她错了 越是到了那一天 越是应该我郭栋生在那身 否则的话 我会重生遗憾 我谢谢你们的好意 你们也别劝我 我已经做了决定 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的 就是陪着她 陪着她走完人生的劲头 不管这个时间 多长 多懂 请问你找谁 你是谁 我是这家护士 我 我是郭栋生 我找谁呢 他刚睡下 我就看一眼 看一眼 不行 病人最近休息 本来就不够 你改天再来吧 你怎么来了 亲子呢 亲子呢 小言呢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什么都知道 小言把你的病历也找到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太傻了 我也傻 我居然还相信了 你错了 你真的错了 你不是从前跟我说过吗 要跟我一辈子在一起 我不在乎这一辈子 是多长还是多短 我也不在乎 今后有多么的痛苦 我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天天和你在一起 杜生 你听我说 之前我是说过那样的话 可是仔细想想 我太自私了 我做这个决定 是经过反复思考的 你这个决定是不对的 你把我抛开 你一个人面对孤独的病毒 你没想到我是谁 我是你爱人哪 你想过没 你一旦这个事情 我知道真相的话 我会很后悔 我会很痛苦 我会爆汗终身的 你知道不知道 可是你完全不明白 我们现在的处境 你把亲子叫来 你给她打电话 你把她叫过来 我跟亲子的事情 我会解决好 是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错了 但是不能因为说我错了 我就离开你 我跟她结婚 谁啊 你爸 你刚不接啊 我不想接 其实你挺好的 真的 难道这一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以前 我就认真了 一定要跟着你爸爸 我天不怕地不怕的 可是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我 我突然没了主意 要是你爸身边那个人 不是省脸就好了 我一定会 使劲地把你爸追过来 绝不放弃 可是现在 我觉得这样 这样都不对了 你要是我朋友 你爱上一个人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身边是谁 我都会支持你 可偏偏是我爸 偏偏是我小姨 你要是别人我不熟悉你 也不了解你 我肯定会站在我爸那边 拼死了都拦着你 也不让你追他 结果偏偏是你 其实 你已经阻止我很久了 我现在其实挺矛盾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能这就是人手吧 我爱你 接吧 我爱你 好 好啊 那我现在过去 怎么了 你爸说 你小姨让我过去一趟 这样 你别去了 这是我们三个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处理 你要去 你要去 你把好多话不好意思说 也好 我去了 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好吧 过眼 总之 感谢你今天改变了你一贯的一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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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哭了 很难看的 走了 走 走 走 连姐 该吃药了 好 好 你放那儿吧 小杨 你先回去吧 辛苦你了 我给秦子打电话 她一会儿就到了 很好 杜生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杜生 就算我最后一次求你 我现在特别需要 需要你理解我 需要你陪我一块儿 去面对现实 现在我虽然出院了 可是我的排异现象 特别厉害 暂时是控制了 但万一反复 再回到医院 恐怕就是时间问题了 我不能再像以前 那么乐观了 我不能侥幸地认为 我还能像平常人一样 活下去 我得做好思想准备了 所以我现在 得好好安排剩下的时间 好让我在离开的时候 能够安安心心的 先说家里人吧 我爸在养老院 我倒是对他挺放心的 因为他从来都很坚强 不管遇到什么事 他都能顶过去 我姐呢 已经回归家庭了 我也放心了 小妍 她现在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成熟 以后她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担心了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你 你说你的个性那么容易冲动 而且还控制不了 我怕我一旦不在了 你会受不了 我现在就希望有个女人 能够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爱你 如果那个人是青磁 我也就放心了 其实啊 我跟那个亲子啊 我不想 这不是那天喝多了吗 我就稀里糊涂地 其实这一切 都是我跟亲子商量好的 之前我去找过她 我拜托她 不要放弃你 拜托她用她的爱 去帮你度过没有我的世界 你好好想想 亲子多不容易呀 结婚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一生中最大的事 哪个女人不希望 另一半对自己 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可是她明明知道 你心里有别人 她也愿意接受你 愿意跟你在一起 那她得多爱你 你想过没有 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 你并不是不喜欢她 如果没有我 你可能早就跟她在一起了 既然你现在答应跟她结婚了 就不要反悔 这样对她很不公平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大春 你千万不要怪她 你这兄弟 可真够仗义的 这些天多亏了她 一直在照顾我 既出钱又出力 还要被朋友误会 她真是受了不少委屈 这一辈子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真是值了